从中西医院进行抢救 然后我们在现场的话 是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 是他报的警 他说是看到了有一位女性 骑电动车碰撞了老人以后 当场逃逸了 事发时间为1月2号下午6点08分 当时朱某骑电动车行至大拖镇 大拖新村牛洞路京广跨线桥上 游动往西正处于下坡 不慎将69岁的陈某某撞倒 据目击者陈某回忆 当时他见老人伤势非常严重 急忙拨打要铃 招职者朱某却趁机逃离 当时陈某也驾驶电动车 追了一段距离 但担心老人的伤势 他半路又返回了现场 这个车是那个目击证人的 驾驶的电动车 他也立马骑电动车 向前追行了大概几十米 这个招式车左拐进入那种小道里面 那边的话是光线特别差的 他们相隔了有这么远 他肯定追不到了 第二个的话 他是担心这个老人躺在桥上面 又没有灯光 怕遭受到车辆的二次拧压 所以说他又立马回了现场 保护了一个老人 对 非常热心的 多亏了这个镇 他提供的线索 他所看到的是招式的电动车 是一台比较老旧的电动车 然后他的那个没有大灯的 然后招式的那个女性的话 是一名中年女性 大概四五十岁的样子 身高在一米六左右 伤者陈某被送往医院后 由于炉内出血伤势严重 抢救无效死亡 天津招警大队立即成立 0102交通事故专案组 证人承受的 它是一个没有大灯的电动车 这台电动车没有大灯 第二个的话 这一个电动车是个中间女性 第三个的话 证人说它在逃跑的方向的话 是走到前方路口向左过来 这台电动车向左过来 根据我们调取监控的话 它是在这个事发路段 两个监控之间 只有200米的距离 还是有人压留在前方法 现在